麻将果然是非常深奥 现在来到了第18堂课 大哥开讲 刚刚讲的碰牌跟吃牌 那会造成你把牌翻出来 放在外面 的 状况有三种 就是碰牌 吃牌 还有所谓的杠牌 杠喔 那我们刚刚碰牌吃牌都是三 三个一组 杠牌的话你必须要四个一组 就是说你原本有三张 比如说像这副牌 我原本有三张七万 那 人家打了一张七万 你可以说你要杠牌 杠牌其实跟碰牌是一样的 差别只是在碰牌是三张 杠牌是四张 也是要 快很准就对 而且杠牌呢 你上面 就是你前面那个人打的牌 你不能干 之外的你都可以干 还有这样 对 这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也就是说 在我底下的两个人他们打的牌 我都可以说我要干 但是唯独在我上面那个人打的牌 我不能干 你不能干 那有的人会比较聪明 他不能干 但他用 他可以碰啊 对不对 碰完 之后 过了一圈 我可以干 蛤 就 已经拿到旁边的就还可以 就接着 只要你有第四张牌 你都可以干 哦 这样 对 这个是杠牌比较特殊的地方 嗯 然后还有就是说 人家打出来的牌 人家打出来的牌 你杠 我们这个称为 明杠 明杠 碰人家的牌 我们叫明杠 好 杠 所以我牌要翻出来 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 我自己摸到 换我摸牌了 我自己摸到七万 按杠 我可以把它杠起来 对 我叫做按杠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这样子不让人家看 哦 对 可是 你摸到的牌 大家也 不能看就对了 当然了 那你不小心掉下去给人家看到 就拎到别人 哦 哦 哦 这个时候我摸到 我觉得我不可以把它杠掉哦 哦 那我就杠牌 那 你是不是摸一张 对 嘿 可是你拿三张出来啊 嗯 意思是说 通常我们碰牌 是不是 碰两张 我们要 打一张 嘿 可是你这个时候是 拿三张出来 你如果再打一张 是不是变成你打了两张 嗯哼 对不对 嗯 这样你懂吗 你了解吗 哈哈哈 不太懂 不太懂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 呃 等一下再讲 等一下 等一下再讲 哦 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不懂呢 好 等一下讲